左手腕痛麻 李文,现在又看到李文 李文,左手腕经常痛苦麻 我说痛苦麻的时候,我右手也不发麻了 这个阶段是两个手都在发麻 两个手腕到手掌都发麻了 所以他感觉麻麻的感觉 就默默麻麻的感觉 所以到隔上去都没感觉了 隔上去是麻的感觉,不是痛的感觉 所以隔了一个,他的感觉隔在木头上 或者隔在别人身上,是的,没有任何感觉 没痛苦 不想人家,我痛苦的手不辣了,我要至少隔脉 不是,他那个时候他是麻的 就像冰天雪地里边冻麻木了似的 冻麻木的时候,他没感觉隔了 然后就静静地躺在那边,流血流肚了一块 流血流肚了,生命体制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身凉了 凉了以后,有的人会受寒性禁难 寒性禁难,就腐负啊 因为那个热量低了以后,冷了嘛 热量以后醒不来了,醒不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受伤没那么麻的时候,就感觉了痛啊 这个时候,他在呼叫 呼叫 这个时候,家里人才说,叫革脉 这个时候,他也明白了 自己革脉了 这个时候,自己一直过来 那一直过来的话,他们家里的人 赶紧去送救救的话 你就满了 你就满了 除非家里 当时 因为没有准备的嘛 除非当时有准备的情况 赶紧给他输血,才能完全倒过来 中途一折腾就来不去了 差不多是这个身上 也就是说 那么一般来说,都住不到有准备啊 你说谁有这个准备嘛 没有啊,谁就 也就住进了 就活不回来了啊 是这么个情况啊 好,再见啊,再见啊